大家好,FINCENT BLEEPA 和大家讲讲2024年第十一个星期 股市的概况,美股方面 都仍然是高位徘徊 虽然过去两个星期 都是温和地下跌的 NASDAQ,真可憐了 结果16点 15973点,跌0.7% 至于S&P500,轻微地下跌0.1% 5117点 欧洲和加拿大,相对比较漂亮 欧洲伦敦富士100指数 0.9%上升,7727点 有一些分析说 美国已经升了这么多 无论是Inflation的Calm Down程度 或是国民生产总统 都是比起欧洲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优胜 不过,既然欧洲已经沉寂了这么久 理论上应该有一定程度的Pick Up 你看到过去两个星期 银行股,我自己持有 譬如Barclay、Ing 都升上一个 reasonable reasonable 不代表高 对比起,譬如美国那边的花旗 Wells Fargo 都去到一个 ok 英俊的地步 当然不够,譬如UBS 之前因为他的对手瑞讯 样子很糟糕的时候 就压了下去 接着他拿了瑞讯的时候 应该是最好处的那间公司 哪怕他吃了他的债 他的问题各方面 但是有政府包底各方面 那时候去到低位的时候 都入了不少 后来就丢了他 现在都仍然相对来说 是一个 reasonable 但是都是高位的地方 会相对在发展各方面 就优胜过Barclay、Ing那些 但是现在似乎股价都反映了 Anyway,这个多仁多 油价又上升 甚至再创新高 上升超过80%的时候 多仁多 就轻微地上升0.5% 21,849 至于这个香港恒生指数 曾经爆升超过17,000 后来拜美的时候 跌了一点 但是怎样算也好 整个星期2.3%上升 16,721 由15,000扯上来的时候 其实都挺大幅度 哪怕仍然存在很大的 经济上 尤其是内地的隐忧各方面 但是你看到 你看到 当它超级undervalue的状态的时候 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收服 是当中的 据问现在 内房股 甚至连 这个万科都开始 仰衰衰衰 未必能够找得数 不算迫跪跪完之后 又第三单 它现在的经济上的commitment 似乎都是非常弱 哪怕我自己又不认同 跟蕭生说 它的GDP是值7折 我都会觉得它有水分 但是你说 比如对比起它觉得5%才算 我想它是1-2% 因为其实你根本上 就算做数 你做不到 做不到三成 做不到 还有它基于一个数据 就是那个楼房交易 是低了 就是过去两年四成 这样才算 但是整个GDP 楼房的portion 不仅仅只有楼房交易 还有很多 譬如租金 例如建筑 甚至乎你要摘一间公司的时候 都是会令到 那个GDP 是有一定程度的尽涨的 例如俄罗斯 其实很多公司都摘了 但是到最后 那 只跌了10% 你怎么解释到 就是正因为 其实GDP的计法 你可以说是stupid 但是它就是 将整个生产 总值加了下去 只要你是唯威也好 又或者是真是你 你做瓜一条人 他以后都不会再有生产 才算了 但是在那一年里面 你做瓜他那些 埋葬了他那些 你给个棺材他那些 全部都是继入GDP Anyway 三成一定不会 但是 未来5% 我当然兜付 但是如果你说 1-2%都应该没问题 或者是最多1-2% negative 地方 那个基建 的确是有 修炼 修退 各方面的 但是现在 我们伟大的主席 他又搞雄安身村 那里 就是在中央 那里的基建 是完全没有停手 甚至乎再加大力度 所以那里应该有 或多或少的打和 但是当然 内地经济是仰臭的 香港经济是更仰臭的 你看到 我小时候都挺喜欢去 即不是我 我爸爸挺喜欢去大窗行 那里买冬肉的 除了一些牛肉 羊肉之外 他那里有些肉肉 吃火锅很棒 因为我挺喜欢吃野味 而有些安全一点的野味 不是去大陆 你吃狗肉 或者是吃果芝莉 穿山甲那些 都真的不知道 给什么肉 我从来没吃过狗肉 我纯粹是这样说 果芝莉真的挺好吃的 不过小时候 去吴州吃 都还可以的 之后大了 想吃回的时候 我爸爸说 你也是没去 不知道给什么肉 anyway 随此之外 有23条 你去到一个地步 连曾玉成说的说话 都不单止不听 而是真的 会将它打到好像黄尸的地步的时候 你真是很questionable 究竟香港的前景还在哪里 你家里藏起了一份苹果 家里藏起了一份礼仪的一本书 你都可能被人召爆 最后他说收藏没事 但问题就是 如果有个人说你传阅 暴存 但实际上 其实纯粹是跟你有仇 公布私仇呢 那你也有很多question 这个就会加速更多人移民走 还有你看回很多人 譬如我爸爸妈妈回到香港的时候 他都说在深圳消费开心点的时候 你可想而知真是仰衰 anyway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香港 真的不是太大的前途在当中 如果你那个救生炭计划 都还有机会走路 就是尽快走路 那当然有些朋友 我知道他是继续做那份工 等退休 可能他优灾猶灾更开心点 更加少竞争的 那些当然等了 所以depend on 你是什么stage 但如果你纯粹是为了子女 那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你真是早走早着 如果不是你就不要说 你自己为了子女 因为你香港的教育 一来我又不见得特别好 二来就是 你反正都过来的时候 你在香港的skill set 还有在这里 你学 public speaking 以及如何来自顾的skill set 那哪样才正逗一点呢 我自己觉得这里的skill set 会开心点 你问心那句 你在中学之前学的知识 在香港 有多少真是还记忆猶身 还会能够学以致用 但是你如何来到去做一个自顾 不是自己顾自己的照顾能力 还有你的public speaking 吹嘴吹嘴才算 你真是学到老 做到老 活到老 都有用的 再加上通识各方面 不要说真的 是一种家长上 如果说错话 就样衰衰的情况 versus你真是可以 暖化风 只要不是伤害到其他人的时候 你都可以自自游游的时候 这个对比太大了 再加上现在香港又流价跌 这里流价已经开始变了 总之种种关系 其实是你有能力走 你都应该走 我又不说没有能力 如果你是不舍得走 又或者是什么 其实都没问题 来到移民 亦真的有很多困难 考量各方面 不管是 不要再说了 债息方面 随着通胀数字 最新的数据出来 似乎又令到 多了投资者 对于联储局会减息的机会 又幻灭多了 所以你看到 虽然三个月 就只是仅升一个basis point 但是 两年十年和三十年 都是升二十四 和十八个basis point 基本上加多了一码 或者觉得联储局应该会减少一码息 用这样的方法来看 油价刚才说到 升了4% 去到81美元一桶 天气价格反而跌了7.2% 而这个金价 上个星期 扯了上去 据民大陆抢金 不想太多依靠美国国债 但是你抢极也不够 因为你真的买得太多美国国债 这个时候 今个星期就跌了0.9% 但仍然是高位 在2158元一盎司 站在那里 这个糧食价格 今个星期有轻微的上升 这个粟米2.8%上升 小麦0.2% 轻微上升 大豆上升3.5% 这些10%都很平常的时候 所以升得这么小 其实是很小的 另外一件事 虽然美国似乎不会再减息 但其他地方也可能未必这么快减息 再加上欧洲那边还未 还未宣布减息 纯粹就是停息 所以他们就开始下滑一点 加币对美元跌0.4% 欧罗也是 而英镑跌0.9% 日币可能那些人放风声出来 就说他应该会开始加息 来压制通胀 可能通胀够多了 暂时都是估计的 但怎样也好 他又跌回1.3% Anyway Let's see 今个星期就回应上个星期的一些活动 所以呢 City Bank 500元左右 还有 这个American Express 221元左右 放了三分一 除此之外 Carlox 是16.1 升到16元 这样也是放了 十分一 Aresia 37.5元 都是放了大约三分一 另外 3M 转了老洞 这样 91元 他由108元 到90元 头的时候 就回落了 然后现在 103元 左右 都放了 除此之外 上个星期 曾经说过 在34元 $34 就放了西北航空 但是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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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音 给他的新飞机 就会延伸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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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来 原计 79架 跌至46架 但其实 我觉得 不会太大影响 他的营运 因为他本身 可能 收窄 慢了 他的扩张 但问题 就是 你买新飞机 你都要付钱 你都要成本 但是 同时 你用不到 新的 你会先用一架 你还可以延续用 既然是这样 我会觉得 他突然间 因为 这个缘故 跌至今 波音 跌至28元 我就挺吸引 于是 反正我都34元 卖了 我便继续 继续 继续在28.5元左右 之后 跌多了少少 但我都没所谓 另外 AIA 有帮 都出了业绩 我觉得OK 哪怕 margin跌了 但是 新增业务 都大增 现在很多人的疑问 就是 他究竟2024年 尤其是内地那边的 商业务 或者香港 现在 这么 慘 的时候 还可不可以 销售市 继续 继续 所以 反而出了业绩 之后 虽然英俊 但是 反而炒了下去 在这个情况下 我也是 再进入多了少少 香港那边 你当它大约 61 港元 但如果在这边 我大约 31元 多一点 去买多了少少 除此之外 就 继续 入多了少少少 Wordress 58元 因为我觉得 它是 Incertain degree 被Bell那边 牵连扯下去 麦当劳 大阵仗 去全球下跌 人们觉得 成也 这个系统 拜也系统 如果真是 羊羞羞羞 他真是死 但是 如果纯粹一次 那你Facebook 你整天下跌 前几段 我上不了 还要消失我 消失我 消失之后 又进不回 这样 谷鬼气 那他还没死 所以 麦当劳 280元 入回 也是少住买入 所以 今个星期 就多一点搞作 Let's see 未来 长和 都会 出业职 应该是 周四 21日 Let's see 到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还有 其实 现在 美股态度太高 所以 我就会 持有更多 钱 虽然 我的 definition of cash 就不是真的 cash 就是embridge 所以 48元 又再入多一点embridge 如果 如果 培回 有7厘息 就继续收息 it doesn't matter 如果embridge 是呱老趁的话 加拿大也是呱老趁 哈哈哈哈 你会冲死 Anyway 只是这么说笑 看看如何 看看如何 今天 说的操作 说到这里 股票自己投资自己研究自己买自己负责 非常之重要 希望帮到大家 但是 你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功课 当然是我自己的分享意见 以及近攻参考的意义 欢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billy巴拉托